看這一點 它是坐標平面上有兩點 第一點A是09 第二點B是012 如果點A'B'都在Y等X上面 然後現在的話 A'B'在這個上面 然後連接VB'跟A'交點是28 我交點可能在這裡 反正無所謂 這樣的話它問A'B'長度等於多少 那這怎麼辦 所以我就把這條直線找出來 找到這一點 再把這條直線方式找出來 再找到這一點 這樣取它的長度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是VB' 它這方程式是多少 我們用2.4 因為它交點是C 這2.4的話 就是Y-12等於邪律 邪律就是8-12 然後除以2-2 然後這個多少呢 這個X-0 再來這個是A'B' A'B'這條直線的話 它也通過這兩點 所以說Y-9 所以Y-9 領多少 等於是 這個解釋就是-1 這個解釋就是-2 然後那就是-0 好 那我現在求什麼呢 求A'B' A'B' A'B'上面的點 座標都一樣 那我假設A'B'的座標 叫AA 那AA的話 滿足這條方程式 就A'B'把它帶進去 那就給它帶A 就得到什麼呢 所以A-9等於2分之1 A 那A我就可以算出來 A的話就可以算出來 移過去是2分之3A 那等於9 33得9 那A的話 等於6 所以A這一點的座標 是等於66 再我們看V這一點的座標 V這一點的座標 V這一點的座標 我們的射程是VV 因為它在S等於Y這條直線上 然後帶入這個方程式 就V-12 等於乎2 V 那這樣呢 3V等於多少 3V等於12 V等於3,4,12 所以這一點的話 所以這一點的話 是等於4,4 那這樣的話 我就曉得 它的這個距離 A'D' 這等於多少呢 跟它 6-4的平方 加上6-4的平方 好,這2平方 2平方 可以抽出2來 2跟它2 所以答案是2跟它2